各位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 欢迎来到义政经营 我们今天继续带来黄金白银元的每日交易指南 首先我们看今天有什么重要数据 那么今天晚上呢在17点有欧元区的CPI的一个中值 很快就要公布了 大家可以注意一下 那么市场预测的是不变的 我们判断的这个欧元区的CPI很可能会大于4.3% 理论上会短线的利多这个美元利空这个黄金 但是黄金呢也不会出现很明显的一个下跌 因为你欧元区的CPI的反弹呢就表示你还要去加息 所以这个消息呢对于黄金呢应该不会产生特别大的一个行情波动 另外在8点30分呢有美国9月份新物开工总数的年化 以及银件许可总数 那么这两个数据呢也就产生一些短线的影响 不会有长期的一个影响 所以呢关注一下就可以了 另外在22点30分呢有这个美国的EIA原油库存 昨天晚上公布了一个ADP的原油库存 对吧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原油库存呢是大幅下降 使得这个原油呢 昨天晚上是下半夜啊 三四点的时候出现一波上涨 所以今晚上这个原油库存呢 理论上会对原油呢大概率也是一个利多为主 下面看今天有哪些事件啊 那么今天主要的事件就是这个美国总统拜登呢 将会访问以色列已经是落地了 同时呢美国众议院将会投票选举出众议院的一个议长 还有布林肯呢访问沙特 可以看到这个美国呢 大部分的精力啊已经集中在这个中东地区 那么以当下这种格局上去看啊 这个选择众议院这个事情呢 我们认为依然不会通过啊 就是说通过的概率不是很高啊 因为你现在外部比较乱对吧 众议院如果说出了一个议长 出现这种不同的声音的话 会对当下的格局呢产生一定的影响 所以这一个选举的话 我们认为大概率会流产 当然这只是一个判断而已 具体呢要看他的一个选举的结果 下面看市场投资情绪 那么市场投资情绪我们看到 美元的看涨情绪39.91% 看跌情绪是60% 那么昨天是37.9% 可以看到这个美元指数呢 目前去看了整体而言还不愿意出现一个大跌 还是在一个高位呢做一个震荡为主 黄金呢我们看到依然是5050的这个比例啊 所以这个黄金呢还是一个高位横盘震荡为主 你说不改变它的上升趋势 所以这个黄金呢我们的交易的核心呢 还是以低息作多为主 那么做空呢你可以清仓交易为主 下面看下基本面啊 首先呢最重要的还是这个巴以冲突的一个问题啊 那巴以冲突我们看到现在已经上升到国际博弈 我们看到这个布林肯呢在以色列呢是来来回回的去做一个访问 来来回去做一个说服对吧 目前呢已经表示了谈妥了这个人道主义物资的一个进入 但是我们看到以色列呢并不给这个面子啊 这个口案呢其实实际上根据新闻的报道呢 其实还没有正式的开放 所以说美国啊在以色列中东地区的影响力啊 被世界所看到啊影响力不足啊 你宣布了几次说停火啊 人道主义有没有实现 并没有实现啊 你这个布林肯在以色列呢 基本上没有获得很明显这种成果 所以呢现在就把拜登啊调过去 我们看看这个拜登能不能啊 有一些有建设性的事情产生 否则啊这个美国在以色列或者中东地区的影响力呢 是被大幅的削减 那么这种情况之下啊 这个拜冲突了 我们认为美国就慢慢就不会去入渠了 那么接下来就会看这个以色列是不是进一步的去踩踏中东的一个底线 如果说再做这种事情的话 那么接下来啊将会引发更大的一个冲突 也就是说这个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威势力调和的能力不在 或者说不被大家所认可的时候 那么以色列的一个末日呢将会逐渐的接近 同时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耶伦呢 在前两天也表态说 哎美国完全有能力啊 提供给乌克兰和以色列两方面一个援助 但是请大家不要忘了啊 在耶伦之前啊 那他们的另外一个发言人啊 新闻部的一个发言人呢 已经明确表示呢 对乌克兰一个援助已经接近尾声了 所以前后矛盾就足以看到了 美国在应对巴以冲突这个事情之上呢 是已经有点乱的阵脚 当然了这只是我们个人一些猜测 或者说判断以及一些观点的一个分享啊 具体呢要看实际的情况啊 毕竟这一毕竟现在的世界格局呢 不是一个普通人可以完完全全解读出来的 现在我们看一下今天有哪些基本面啊 首先第一点就是俄罗斯啊 撤销对禁和式条约的批准 这个很重要啊 我们这个消息是直接刺激这个黄金呢 出现一波上涨 当时时间周二10月17号 俄罗斯的国家杜玛 一读表决通过撤回批准的 全面禁止和试验条约的一个法案 从而迈出了撤销该条约批准的第一步 我们可以看到的他是以412票赞成0票反对 无人弃权的结果做出了一个上述的表示 那说明什么 说明俄罗斯呢 已经在当下这个关键的格局点里面啊 做出更大的一个进攻啊 你看俄罗斯怎么说 他们说我们的投票是对美国的一个回应啊 是对他们在维护全球安全责任上的 粗暴做法的一个回应 并且这个条约呢 我们看到 其实美国啊 他只是签署了这个条约 他自己也没有批准 那么接下来啊 如果说俄罗斯哪一天可以去实验这个核武器的话 一旦真的做了这样的动作 那么黄金也会出现个大涨 所以俄罗斯这个动作呢 我们判断啊 他是打破现在美国的一个限定框架 彻底和美国呢 以及西方的一个幻想 彻底就抛掉了啊 直接是掀桌子 这个消息呢 中长期去看啊 是利多黄金的 因为他加剧了整个格局的一个冲突 当然也有种可能啊 就是你退出了这个协议 做出这样一个动作的时候 美国出现一个让步 使得这个欧冲突呢 快速的降温啊 反而有可能会让这个黄金呢 出现一个下跌 虽然具体的一个事情啊 具体分析 我们认为呢 这个事情啊 整体而言还是一个偏利多黄金为主 第二点 我们看一下这个日本央行呢 宣布进行计划外的一个购债啊 我们看到日本央行 日本十年期的政府债券收益率呢 在周三啊 攀升至十年来最高水平 原因是全球的债市集体遭到 Pios抛售 比如说现在不光光是美债了啊 什么日本债啊 其他国债呢 都出现个抛售啊 大家都不相信这个 所有的一个债务问题 都愿意去拿现金 那么这个消息 其实理论上呢 也是利多这个黄金为主的 所以黄金在整体的格局上去看呢 还要接近一个上升啊 目前的日本债券受到抛售 主要原因是吗 是外界猜测呢 日本央行正接近结束起 复利率的一个政策 那日本央行呢 周三也是快速的行动啊 宣布了一项计划外的购债活动 日本央行提议从10月19号开始 直接购买3000亿日元的日本国债 那么这3000亿呢 是买这个短期债啊 这一种期限 还有五年十年这种债券呢 去购买这一部分 有一千亿美元是购买 这种十年五年期 剩余期限的一个日本国债 所以有消息人士透露啊 日本央行很可能会在本月晚些时候 举行议席会议上讨论 上调2023年和2024年财年的通胀预期 从而延长其认为物价达到 或超越2%目标的一个时间啊 也就是说这个日本呢 还没有这个胆量啊 去进行结束复利率的一个政策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呢 日本央行其实在7月28号 就已经调整了收益率曲线的一个控制政策 在周三的行动呢 是日本央行第三次通过计划外操作 介入这个债势 正常来说啊 市场自由的一个买卖 这个调节行为 是不用去政府干预的 但是你现在日本呢 三番五次进行个干预 就说明什么 说明你的金融市场呢 逐渐失控了 一旦失控了 就表示日本的这个经济啊 很可能随时出现很大的这种变动 所以这个消息呢会潜在的暗示 或者潜在利多这个黄金 所以未来这个黄金呢 会不会出现这种明显的大跌啊 就目前去看到黄金呢 完全没有很多大跌这种逻辑或者理由啊 所以这个黄金未来有大跌的话 建议大家是买涨为主啊 好以上就是今天一个基本面啊 还没有关注我们 义政经营朋友点点关注啊 关注义政经营 黄金白云园投资不迷路啊 其实我们的节目讲很多基本面呢 都是我们能够聊的 但是全球的基本面不单单于此 对吧 每天发生的事情非常的多 有很多很敏感的 需要大家自己呢去做一个解读 如果说你对某方面的新闻解读啊 比较迷糊的 可以在评论区呢和我们沟通和交流 好下面进行技术分析啊 我们用K线法的交易系统呢 给大家去做个解盘 散户投资者啊 你对大环境的把握掌控呢 当然不一定是非常准确的 所以呢我们的底牌是什么 我们的底牌就是我们是做短线的 我们做日内的一个交易 我就不会受到未来一年一个月 三个月的一个影响 对吧 做短线交易 那么短线交易的核心是什么 是看市场的价格行为 而价格行为呢 反映在K线 反映在的图表呢就是K线 那么K线价格的波动 就反映出市场价格的一个行为 所以K线法则就是解读 市场价格波动行为的一种手段 想要学习K线法则交易系统的朋友 欢迎大家和我们联系 也欢迎大家交我们议政经营的会员 所以我们看这个原因啊 原因了在这个18号呢 是原因由期货到期 进行一个交割 进行一次切换 那么切换的时候呢 会有很多的价格 我们看现在有两个 同时也产生了不同的一个图表 但是呢两个比较接近 就是在87.44和87.4之间的 这两个价格呢 是当下期货市场的一个价格 那么在设计图里面呢 根据我们法则啊 这个原油啊 当前比较重要价格 是在86.67这个价格 也就是说今天晚上这个原油 如果说你想看它下跌的 那就必须要跌穿 86.67这个价格 才有可能出现大幅的下跌 而根据目前去看的 我们认为啊 跌穿86的概率不是很高 所以今晚上这个原油呢 我们建议如下 首先第一点啊 我们是以买涨为主 如果说能跌到86附近呢 你可以重点的买涨 在当下 它还没有跌穿这个86.67 对吧 你可以以这个86.6 做一个止损呢 逢低布局买涨 理论上这个原油呢 会涨到90和92 这个价格区间 同时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是一个 八易冲突爆发的时候 这是一个 八易冲突升级的时候 两者的走势像不像 横盘 横盘一段 然后出现一波下探 下探 然后再来一个震荡 再来一个上涨 在买涨里面呢 这个原油啊 我们认为呢 理论上会涨到88.16和88.89 这两个价格 那么这个原油呢 根据当下的一个格局 我们可以看到了 不会出现特别巨大的一个上涨 所以今晚上呢 突破88.89的概率不会很高啊 建议大家可以注意一下 低息为主 低息做多 重点关注呢 86.6这个价格 如果说86.6破掉 那就会跌回这个86附近 下面看一下黄金啊 黄金在四小图里面呢 根据我们的法则啊 今天晚上大概的会在 1927和1954之间呢 横盘震荡啊 但是还是以做多为主 多部分界呢 是在1923这个价格 所以这个黄金呢 所以这个黄金 你想做一个布局的话 你可以考虑以1923 这个止损呢 逢低买涨 涨为主 那目前呢 要不去追多呢 可以看到了 它当前是一个震荡的区间啊 震荡区间 这场上呢 突破1954的概率啊 不会很高啊 为什么呢 因为一旦突破1954了 根据我们的法则啊 它会涨到2000这个价格 意味着这个黄金呢 会进行二次的这种加速上涨 就很可能会走这样一波行情 所以1954的是今天晚上比较强的一个压力位 如果说你想做空的话 可以关注1954这个压力位附近啊 去做空 在神工桶里面呢 这个黄金啊 早盘这一波的上涨呢 其实已经把整个看涨的法则已经走完了啊 走完就说明什么 说明这个黄金呢 在早上这一波已经完成了一波多单的一个市场测试 所以这个黄金呢 我们建议当下这个价格呢 不要去追多 我们判断呢 这个黄金会有一个回踩 回踩到这个2827这个位置啊 才有可能啊 出现二次的一个上涨 我们看一下美元啊 美元呢 在当下呢 处于一个横盘震荡啊 不需要做过多的分析 这是一个平台 这里有一个平台 然后这里形成一个下跌趋势 对吧 你就按照这个趋势啊 看它做一个震荡就可以了 这个美元当下还不能选择出特别明显的一个方向啊 你说要暴跌或者说暴涨 目前去看这个美元呢 我们是分析不到的 分析不到 所以呢 这个市场呢 相比来说在交易上呢 你需要更加的谨慎啊 在手组里面呢 这个美元啊 根据我们的法则 理论上会跌到105.77和105.7这个价格 但是有个前提啊 就是要跌穿106 跌穿106就会看跌到这个位置 再出现一波反弹 所以这个美元大家注意一下 当下是看一个震荡啊 看这个下来趋势 做一个小幅震荡 如果说跌穿106 你就看到105.77附近 比如说这个美元 如果说再次跌穿106的话 黄金就会有一波上涨 如果跌不穿啊 在这边做一个震荡 那么黄金也不会有什么行情啊 而美元今天晚上比较大的阻力 是在106.52这个价格 就是说这个美元啊 只有有效突破106.52 才有可能出现明确一个大涨 所以这个美元呢 我们看到大概会在这个区间呢 还是做一个震荡为主 相信大家是低吸高炮为主 会比较好一点 最后我们看这个白银啊 白银呢 当下23.17就是我们 摄像图法则最强的一个主力位 基本上这个白银呢 交易方式有两种 第一种啊 就是23.17这个价格呢 你不要去追多了 在摄像图有明确的收盘 高于23.17啊 就是明显的涨上去突破这个压力位了 那么这个白银呢 我们会看涨到24.69和25这个价格附近 而如果说涨不上去啊 在这位形成一个阴线或者K线 那很可能会在高位做一个震荡 什么情况下会大胆的去看空这个白银呢 很明显这种阴线呢 你可以先做在这个位置做个空 然后跌穿22.87以后呢 才考虑啊去加仓 如果说不出现这种空头的信号 而是直接往上突破站稳 那就继续的买涨 以这个22.87做个止损呢 继续逢低买涨 做多这个白银就可以了 所以这是一个白银啊 大家记住这种关键的价格 22.87是多空分界 非常关键的一个价格 好 以上就是我们K线法则交易系统 带来的解盘信息 那么今天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观看 记得点赞加关注 一键三连 有任何问题可以在评论区 我们沟通交流 我们下一期再见